今天是聖誕節,25號 如果你看到這個vlog的話,你們應該在香港 應該是26號,平安夜了 大家要記得注意安全 今晚你每天出片很餓 你會出什麼?隔夜出又不行? 隔兩夜出又不行? 在這裡如果不出片,就沒什麼可以做 真的很悶 我在這裡,嘩,上落上落,又上落 她說什麼上落上落呢? 就是兩天前Facebook Group 廢青男女幫我宣傳了我打麻雀那段影片 上落上落,就是她的觀看次數 這樣說得小一點,為什麼才睡覺? 一路醉點數不累,你媽媽還緊張嗎? 是嗎?不用那麼緊張,沒什麼的 聖誕快樂 立刻裝美一點 不是 I have nothing to be in my vlog today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 我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 你出去看我的影片 是會很美 她在看我的影片 I was Jenny 還有Skype我,同一個時間 還有Skype我,同一個時間 她真的給了我50元 好了,不會讓我買禮物的 她不會讓我買的 即是偶爾 我買不著這麼久 那我買了 一想買的話 就一致她沒有了方便給我 我家裡的袋子 都在上去 今天沒什麼事發生了 今天最大的highlight就是我 打了電話給我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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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電話給我媽媽媽 還有其餘的時間都是工作 做事啦 所謂的做事 即是七成時間procrastinating 三成時間溫習 好 那我現在下來呢 就要去做我 今天裡面第三個highlight 就是 去洗衣服 我發現我的vlog都是這樣的 如果今天我努力的話 我明天就會覺得很累 明天呢 如果我滾到後天 我就會有一點精神 一天好 一天沒那麼好 一天好 一天沒那麼好 因為我要回氣 我感覺到我自己是 可能我現在還是在做一些 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 那遲些出來做事的話 可能我會有更加多的energy 可以這樣做 唉 糟糕 一睡不想睡一兩小時 I need to dry my laundry 嗯 不知道大家 對於人生的highlight 是有什麼看法呢 嗯 我自己呢 就覺得我自己人生的highlight 就 我自己的highlight 就不是很多的 其實呢 都是只有 一樣的 我自己 從香港 去了英國那裡讀書 這個算是一個highlight 嗯 我又不懂英文 變成懂英文 也是一個highlight 但是這些事情呢 都是需要很長時間 去完成 不是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都不算是一個highlight 直到什麼事才是我人生第一個highlight 就是呢 我今個暑假 我就去做打麻雀那段影片 那件事呢 就是我人生的一個highlight 它成為了一個highlight 不是我做了一些社會大眾 平時的人不會做的事 其實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 我之前是由零 由零 去到一 是真的 出了去 跟一班 大家都喜歡做這件事的人 一起做這件事 我 嗯 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先聽一下 今天會突然想起打麻雀呢 就是呢 我的打麻雀影片呢 就在Facebook那裡 就被廢青男女分享了 廢青男女是一個網媒來的 那他們也會自己做影片的 前一陣子 那我跟廢青男女呢 就做了朋友 因為大家都喜歡同一件事 那如果廢青男女 你聽到我這樣說的話呢 麻煩你 之後呢 令到我今天呢 想講一件 我在打麻雀那段影片裡面 學到的東西的 好了 第二個人我要講的呢 就是 我那時候跟她一起打麻雀的 其中一個 Member 就是Sophia Sophia 對我來說 她的心態是很特別的 就是她也是一個創業家 她搞眾籌 那之前她還開了一間cafe 在中環 我跟她相處 和我跟其他人相處 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呢 她是open to所有的idea 一個人來的 假設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新的idea 想到 那時候呢 我就有兩班friend 如果另一班friend 你聽到 你覺得是你自己的話呢 希望你不要介意 因為 每個人都有她不同的personality 只不過我跟Sophia比較合 我跟這班friend說 我打麻雀這條橋的時候呢 第一個reaction給我的呢 就是呢 你這樣做會被人拘捕的 告訴大家 當你每一個有任何一個想法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些 不好的想法出來先 會地鐵道被人拘捕 窮綠燈太短了 不行 但你又很想做這件事 我做了的話 我完成了這件事 你要有一個positive的想法 我真的很想有這個創作 如果我做了 我可能成功感 也是一個positive的 每一個想法 我們都有一些negative 一些positive的想法出來 Sophia 她完全是不會想這些negative的想法 eliminate她們 大家去想怎樣去 有些什麼可行性 我們講鐵呢 上面打呢 會被人抓的 被人發現的 是啊 我們想一個解決方案出來 而不是 一有一個negative 然後呢 其他positive那些就不要 最後呢 就什麼都沒有做到 其實可能我自己都是這種人 我就很開心 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譬如是那個時候 我們去浮台打麻雀 這個是一個沙灘 那這些是水啦 那這個就是防曬的 那這邊其他那些都是山來的 那救生員呢 就會在這裡有 有一個 有一個救生員 這邊呢 有幾個救生員 其實是沒有 龜貝灣是沒有位子 出去打麻雀的 那時候呢 9點到6點 我們就想辦法 不如我們 在這裏 跟那個人聊天 跟他吹水 看看他可不可以讓我們出去 吹一吹 然後回來 看看他有沒有OK 然後Sophia又說 她自己跟龜貝灣那些人熟 那樣 可不可以跟他吹到兩句 但是到最後呢 我們呢 選擇了怎樣呢 我們選擇了9點之前 我們6點半 已經去到沙灘那裡了 由7點鐘開始打 打到9點鐘 剛剛好 那些救生員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收檔 我自己並不是一些什麼創業家 但是我都相信呢 你要成為一個創業的人 第一步要想的事情 我希望Sophia你不介意 我都是講你好東西 在這個Vlog裡面 還有廢青藍女 真的麻煩你 以後有什麼機會可以合作 我今天的Vlog就講到這裡為止 今天沒有什麼電影感的事情 但是 我過了兩天 過了可能明天或者後天 我忍不住自己拍的 好啦就這樣啦